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新闻 就是目前这个截止到2023年的4月24日 将近2800多家的上市公司已经公布了去年年报 也就是第一季度他把去年年报公布出来了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流程吧 那么在近2800家上市公司公布去年年报当中 有六家上市公司亏损超过100亿 很恐怖 六家上市公司的亏损超过100亿 每家超过100亿 那么在这六家亏损的公司当中 其中有四家是航空公司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亏损排名前三名的 都是三大航空公司 那么这三大航空公司累计亏损了就是将近1200个亿 具体叫1187个亿 三家航空公司累计去年一年就损失 亏损了1187个亿 那么再看一下去年2022年亏损最多的是国航 那么在去年2022年的亏损了是451个亿 而东航呢 亏损了399个亿 较近400个亿 那么排名第三是南方航空公司 南航 亏损了337亿 三家航空公司占据了亏损上的公司前三名 三家加起来就是亏损了 1180亿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特别提出是2022年国航一年的亏损 就是比两年前以后2021年 这三家航空公司是国航了 东航南航了 亏损了总的还要多出21 有些恐怖 那么目前就是亏损超过100个亿的 钱总共有6家 那么排名第一的是中国国航 亏损了451个亿 那么东航亏损了399个亿 那么排名第三是南航 亏损了336个亿 排名第四名的上市公司 亏损超过100亿的是海航 是214个亿 你看前四名都是航空公司 那么第五名呢 是华侨 叫华侨重A股 是亏损了127个亿 那么第六名呢 来自叫华农国际 亏损了100个亿 那么看来是这个 这个发电电力系统 去年受到这个 能源 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原材料的影响 你看华农国际亏损了100个亿 那么这是前六名 去年 总共有2800家的 上市公司公布了去年年报 那么前六名都是亏损了超过100个亿 但是前四名都是航空公司占据了前四名 啊 确实有些这个 呃 令人 很大出意外的 那么我们再看 其实早在2019年之前 这三大航空公司都处于用力状态 从2020年之后 那么这三大航空公司都是连续三年亏损额 到2019年 这17年的时间 大家记得说 03年到19年 这个17年间 那么这三家航空公司 那么国航了 东航了 南航了 净利润 总额 加起来超过了1318个亿 那么这意味着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三年时间里 那么这三大航空公司亏损 一下子把前17年的利润 亏没了 那么这三大航空公司 都在报表当中 财务报表上提及 航空的航油 这个崇拜 增加 是航空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 呃 我想这个是 好像是 这么说 贼喊作贼 或者掩耳盗领 大家都知道 最大的原因是 十三年 啊 因为这个 这个世界永下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不出门了 那么 也不 外出了 停飞了 那么这个其实是最大原因 你不飞航线 你飞机停飞 你当然你要亏水了 是吧 跟燃油有什么关系 你以前可能一天一个航班 你现在你这几个月 几年都没有航班 那就跟燃油没有关系 呃 其实他们说了一个 像南航说 2020年南航的航油重本 是总共一年 2020年 才326亿 因为飞机少了嘛 比2021年同期的燃油重美上涨了 百分之二十八点零九千 百分之三十 其实这也不多 那么百分之三上涨 你飞机少了嘛 是吧 呃 所以说 大家都这么说 哎 说燃油 照原油 那国航呢 国航说 他在2002年 航油重美 同比增加了 将近二十一个亿 哎 二十一 上涨了百分之十 我觉得不算 航油重美增加不算 他的主要原因 那么汽油 柴油 影响 大家都在影响 燃油 包括我们开车 都影响 啊 所以说 他们这个利润 是大比的下滑 那么这是 南航 他说是 比同期上涨百分之八 国航说上涨了百分之十 那么东航呢 他说 家喻量比平时减少了百分之四十 现在 东航很多航班都穷了嘛 他说 去年一年比同期的加量 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二 你看 但是燃油重本 却增加了百分之七的九五 看来是这个 穷飞了 啊 但是燃油可能都是上涨 哎 造成他们也是亏损了 但是现在都说 更好多公司 从现在开始 都是大幅的 开始 开通了很多航线了 国内航线了 包括国际航线 尤其国际航线 现在恢复的 数目比较好 哎 基本上 同期恢复的数 基本上哈 达到了 现在的 就满 满负荷量的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的 付费率了 其实挺高了啊 包括旅客的周转 旅客周转最高都都暴动到十倍了 大家都知道 开通了航线啊 尤其国际航线啊 那么也就是 现在的旅游已开放 航空已开放 那么其实大家知道 这些所谓依靠航空的旅游的上市公司 那么今年这日子都会好过去 好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截止到四月份啊 2800家上市公司陆续公布了去年的年报 那么其中有六家上市公司的亏损超过了100亿 那么前四名军事航空公司 好 谢谢各位观看本期老爷直播